出处,禁书谢安撰论,妙算友谊,凉途不果,将陵合作,功败垂成,事情在将要成功的时候遭到了失败 东晋时期后秦在北边迅速崛起,后秦皇帝福坚不顾许多大臣们得坚决反对,亲自统帅六十余万大军逼近肥水,号称百万雄师,想以秋风扫落叶的态势一举消灭东晋 东晋在乡前命令谢时谢玄统兵八万在肥水对岸安营扎寨,准备迎敌,谢玄抵达前线后,立即给福坚写信挑战 信中开诚不公的说,将军既放我江土,而在河边,列阵,显然不想速战速决 真打算决战,请把兵营后仪,让我军过河,一决雌雄,岂不爽快 福坚自视兵强马撞,下令往后退,谢玄亲率八千精对骑兵强行渡河,谁知道军令一下,后勤军兵马秩序大乱,立刻失去了控制 福坚在混战中被冷肩射伤,后勤兵军马互相践踏,此伤不计其数 此时,禁军成胜尾伐,很快就收复了北方大片尸地 这时,朝廷官员中,有人妒忌谢安利下的汉马功劳,以镇守怀音,为借口调回了他的军队 谢玄眼看收复国土的大叶转瞬之间变成欧福泡影,不禁忧心忡忡,没有过多久就于是尝词了 请大家点击下方的免费订阅按钮,订阅华语,开启愉悦 感谢您的观看,您的评论和转发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,谢谢